小胡子,本来我打算买个二手的普拉多霸道 但是我看50万的新款坦克700 插电式混合动力也非常漂亮 请问这个车子的质量怎么样 它的闪电能不能用作 和普拉多霸道相比 越野能力谁更强 以上就是这位网友给我的一个留言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如果让你这俩车你会选择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么有人会说这个价位就应该选择 丰田普拉多霸道 在过去20年30年里 的确有一批人内心一直装着 丰田普拉多霸道越野车的梦想 虽然无法实现 但长在了心里 但我想说的是 今天再看看这个梦想 的确是过时了 满大街的普拉多霸道 眼下不但坎克700 国内很多汽车已经超越了我们一代人过时的梦想了 那么说到坦克700插混 长城在造越野车技术上还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在国产车车企里面那是头子 想造好越野车底盘的技术必须是要有的 恰恰长城在底盘这一块很不错 前有皮卡呀 还有这个哈佛S9坦克300500都是非常优秀的车子 让很多人花20多万30多万 就会实现这个月野梦 首先你开这个坦克700的感觉是 它的隔音静音 胎罩风罩 控制的要比奔驰大技都要好 非常优秀 而且散电技术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长城坦克车系列 插电式混合动力 都是这一套插混技术 坦克700插混 你完全可以理解成就是汽油版的坦克500 又加入了长城的闪电系统 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 然后和自己家的重置3.0 涡轮增压发动机6缸 再加上重置的9AT变动箱一匹配 动力大家可想而知 不仅加速非常猛 而且它不穿还不动戳 在电机电池的加持下 非常的绵密 然后在电池电机的加持下 最大马力524 最大扭矩是800 扭矩和马力要比汽油版坦克500 更大一些 油耗会省很多 最低负荷油耗 没电的时候 也就是说10个油耗 11个油耗 如果正常综合油耗的话 它也就是4个左右的油耗 并且它的这个散电 还有这个发动机变动箱 手轮车主是不限里程 不限年线的质保你的 所以说你用它完全可以解决这个调 这个顾虑啊 并且它的四驱脱扣能力 可以说是非常之强悍 除了比亚迪洋马U8 也就是它了 风潮能源的电池电芯 就是长城自己家产产的 质量是可以的 没问题 匹配单电机 实时是驱 还有你能想到的各种驾 什么是什么坦克掉头啊 如行啊 低速市驱啊 并且底盘还使用了 罕见的前后都是双XB群架 这个真的是下血本了 双XB群架能够有效防止刹车点头 而且能够防止车轮行驶当中 方程测轻 增加它这个操控性和稳定性 所以说还是非常厚到达 前中后三把锁 还匹配群架软硬 高低调节 空气群架 增加了大量机构车身的一个舒适性 那么价格在47万和50万 还有一个70万的顶配车型 我建议呢 就选择50万这款啊 70万那个不建议购买 普拉多八道呢 我就不多说了 车子耐用性很好 但是太老掉牙了 22年23年 被二手车发呢 炒得挺火的 也都是大哥玩胜的玩意儿 知道吧 我劝你 你就选择了一个坦克700 你八道以后太高了 是吧 养着养着开着开着 开个一年半年的 你就感觉没意思了 就失去信心了 真的是友好很高 我建议选择坦克700 它的越远能力 脱扩能力 那肯定是比 普拉多八道要好很多的 有电的加持 再加上三人体六缸机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知道吧 并且隔音镜 输出度 配置 内饰各个方面 都要完全吊打 普拉多八道的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